拍個照 我手上這個有老闆對比賽變題的看法 最後他今天沒有被發現 6點 有積分的比手 你們知道這個到晚之後出場費嗎 我們今天會取前三名 反正有出場費 我以為你先發兩千 來來來來來來 領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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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個照 等一下反正就一樣辯論 然後你們會按這個計時器一個人三分鐘 你按的是對面的時間 這個你們應該知道 反正時間到你就不能講話了 謹慎使用你們的時間 所有的判決依據呢 都是我 我說誰贏誰就贏 我會盡量給出我的解釋 比賽的這個題目你們都看過嗎 不管你們怎麼變 這個手上有15之千 然後我手上這個有老闆對比賽變題的看法 然後我會依據他的看法 還有你們所講的內容 還有我自己的看法去給出最後的判斷 我這邊呢 有紅色跟黑色的旗子 假設你紅色好就是三個兵 然後一個是一個帥 那他代表就是說 我覺得你這句話講的很屌 我就中間塞給你 但是呢 就只是屌而已 不定會贏 我盡量公正 反正就是看誰能說服我 然後辯論是一個主觀的比賽 就是評審的主觀 你們要說服的是我不是對方 好 你先拿著拿著拿著 欸真的沒了欸 好 那我們的對戰組合都搞定了 然後 預賽是3分鐘 隨賽他媽要講10分鐘 盡量公正 然後我來調一下這個 應該是第9 第5題 第5題是什麼 體育體育 那大家如果被發現其實沒有打 COVID-19的疫苗 則他的2022奧網冠軍應當被撤銷 我們邏輯上都是正方先開始 你按下去我先開始 有了開始了開始了 因為那個打疫苗是比賽的規則之一 所以 沒有打疫苗就是違反規則 那違反規則呢 就應該要被撤銷 那所以說如果今天是 他從來沒有被發現過的話 就因為這是規則嘛 規則是要被發現 他才會造成這個 這個效果 如果他現在沒有被發現 他現在拿了冠軍的話 他也不應該被撤銷而已 沒有因為剛剛我們的辯題是說 如果他被發現沒有打疫苗 就是他沒有打疫苗這件事情 被證實了出來 就是被可能某些人證實了出來 所以被證實了出來 就代表他已經違反了這個規則 所以應該要被撤銷 那不管是不是得冠軍 或是亞軍任何的得名 我認為都應該要被撤銷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他不論在這裡發出任何的努力 然後大家被發現了 就這些努力都不算 對我認為有沒有打疫苗這件事情 就像 因為疫苗是會變成我們身體的一部分 所以有沒有打疫苗這件事情 就像你有沒有保養好你的手腕 或者說你有沒有準備好你的球鞋 你有沒有準備好你的球拍 那如果你今天上場說 今天你的球拍不符合奧網規定 然後因而被撤銷之根 你卻在那邊抱怨 那不就很不合理嗎 因為規則上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參加比賽 我們就必須要準備合乎規則的球拍 那我相信打疫苗的規定也是一樣 但是你剛說的球拍或球鞋或什麼這些 就是有顯著影響到他們這些球員的表現或什麼之類的 但是疫苗並沒有這樣的情況 它只是一個所謂這樣的規定的情況 那為什麼這樣子是應該要被撤銷的 所以說你認為我們今天如果沒有影響到比賽的任何其他因素 就不應該要撤銷這個冠軍嗎 即使這是不合乎規則的 我指的是就是這個情況一下 就是因為她 她是已經打完 已經付出完這些努力之後 然後才被看到這些東西 但如果 當然她一開始就被檢查到的話 那就是比較好 那如果今天 就是納達爾登打完冠軍之後 被證實說 她的報名其實是延遲的 就是她報名其實已經過了期限 只是說她可能偷偷塞一點錢 讓那個負責報名的人員認為 喔你可以通過 就把你納進報名裡 就其實她已經是延期的 那如果你認為這樣發現 她應該會被撤銷嗎 對 那這個情況 這情況不一樣啊 這情況是她 她賄賂的這件事情 就是這個科技也是不一樣的影響 那假如並沒有賄賂的 就是說她 她並沒有栽遣 而是那個裁判是納達爾的粉絲 她就認為 嗯好 我就是要給你過 那她也答應應 並接受這件事情 然後她就假裝作自己 喔其實我就是準時報名那一腳 就跟我就是有打意表這樣 你給你抄回去 你說我這樣認為她 是不是 是你把她這樣子 躺來類比這樣 沒有 那我想一想 那你給她想 我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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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有心有 好的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回答 列比這個問題 那 我們可以把問題 就是推展到 所以你認為 就是违反規則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只要這個規則 沒有影響到 比賽的這些努力之類的 沒有我覺得這是有個先後順序的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情況是 他們已經先做完了這些努力 是先做完這重點 然後才被發現違反規則 那違反規則肯定是 就是她還是有她的錯 但是她重點是她這個努力的先後順序 那如果她今天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違反這個規則 她獲得了某些 有力的因素 比如說因為她可能沒打疫苗 所以她就會相較於 至少我們醫學上證實疫苗 可能會有副作用 然後疫苗可能會讓你幾天 沒有辦法練習 所以她會相較於 有打疫苗的人獲得一些優勢 那你認為 這些優勢是合法的嗎 就是合乎在你剛剛所說的 做個努力這些範圍內 那你得有她那個時效性 或者是你能夠證實說 她 她假如打完之後 就會有這樣子的劣勢 就你需要提出相關證明 那如果有相關確實的證明的話 那因為她已經影響到 就像你剛剛說的 球鞋球拍的身體 比賽素質 比賽的影響的話 那這樣子我就確實 我就確實 你說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她沒有證明的 所以說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一定要提出證據 就是證明疫苗有影響嗎 對 因為我剛剛的例論就是說 像你說的球拍球鞋 就是對比賽是有影響的 對 那我自己認為 就是我認為 疫苗是有副作用 那副作用呢 就是會影響一些身體的素質之類的 然後 疫苗 副作用持續的期間 她也會沒有辦法練習 那這個練習 可能是長達一週 甚至是兩週的影響 但是那你不能把練習 把它牽扯進來 那你這樣說 我也可以說天分 就是那她不可能那個 短暫練習 那這些 應該說 自己她本身 就是例如說 她能夠練習的天數 說不定她都比別人多 就是說不定有人需要練個兩週 就需要修個一天 但有人可以練個四天修個一天 那這樣子 打一秒也這樣也不算影響 對我認為這應該是跟這個沒有關係 停止發言 來 右邊還有21秒 不要計時 來 不準講話 挑釁 來 按下去自己講話 好 再說一次喔 就是我們剛剛 像講的情況 就是因為我們所說的順序的問題 那因為是她已經 已經先打完了這個冠軍 就是他們已經 比賽結果已經出爐了 然後 後續的這個疫苗 因為她並不影響 就是 或者是說沒有顯著的影響 或是你沒有辦法提出一些特別的東西 去說她影響到 所以我覺得她這樣還是 不能講這句 好 停止發言 總而言之呢 是一場很不怎麼樣的比賽 是一場很不怎麼樣的比賽 好 我先說結果啦 來 人家有兩顆冰 你有一顆組 不要說我對你不好 但是我還是判給正方勝 好 我先講原因 因為正方的論點比你齊全 什麼叫論點呢 就是說人家在一開始就先提出來 就是說 就是一個規則 那你比較到中後段 你才提出所謂的先後說 先不論先後說有沒有道理 但是你也沒有提實際的舉證 舉例而言 比如說 馬拉杜納在這個足球場上 她曾經用手把球拍進去了 最後那個冠軍也沒有被收回去 你甚至可以舉這個例子 而且我覺得這個變題其實 反方是比較好打 但你沒有發揮出來 所以我就會比較偏正方 而且你中後段 這個 採取了護岸 這個護岸 這個無來的手段 那 當然這個規則沒有說 就是 就是允許 但是呢 等一下 所有人都不准 再給我這樣子 你要思考就有你的時間 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你就要浪費你們雙方的時間 而且他不一定你按下去他會跑 他可能就是要跑完完整的一秒 他才會按 他可能連動都不動 然後搞得我很困擾 結果他壞掉 困擾又是他 對 很方便說你說比較好打是怎樣 舉例比較好打 比如說不該被撤銷 比如說例子上眾多 就是我沒有相被 就是相關知識的情況下 那你就不用舉運動比賽啊 任何比賽都是啊 你要講的 我覺得可以類比 舉例而言 今天討論的是 如果今天違反規則 但不被發現 那這個東西 在事後被發現的時候 要不要取消 那再往下一層的論證 就會是運動比賽 所以第一層論證 你也沒提到 所以你後面才直接提一個 先後說 我覺得先後說是好事 但有點太晚提了 就是我對題目呢 我會有自己的看法 優劣事我也判斷進去 簡單來說就是 沒有好好發揮很棒的優勢 但你後來 在冷漢止流域 亂按鈴之後呢 有講出一些比較 有所依據的話 讓我非常欣慰 但你還是輸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來 來 十四題 來 念題目 作為一個聰明的投票者 如果兩個候選人都 不令人滿意 你要選不投票 而不是投給相對較好的 那一個 正方式不投票 這邊選擇不投的原因是因為 既然他們兩個人也差不多 那我們作為一個聰明的投票 是聰明的 所以我們就不應該 耗費多餘的時間去投票給他們 不是嗎 因為既然結果都會一樣的話 好 在一個社會當中 你決定你要投給誰 不能去看現在 要看未來 當沒有人去投票的時候 候選人就不會有誘因成長 所以這個時候作為你要投票的人 你去選一個比較好的人 就是一個讓候選人 努力優化自己 讓自己更進步 更檢討自己的過程 所以你去投票 才有機會比得出來 候選人才會進步 可是如果兩個都差不多的話 那結論就是一樣的 蛤?不用講到未來 那未來一定也是差不多的 不是嗎? 第一個是在變題裡面 它的前提是相對較好的 意思是在任何一個面向當中 你都有機會選一個更符合你自己的價值觀 或是你覺得對台灣社會更好的一個候選人 所以不會永遠都比不出來 其次是你去投票 候選人才會知道 現在我如果努力的跟另外一個候選人拉出差異 我努力的用某些方式去吸引選民的價值的時候 他有機會勝出 他才會讓自己更符合 對於台灣社會不來發展更好的政見跟選擇 但實際上的狀況就是 現在的話他們兩個都是一樣的 那並沒有可比性 那假如今天有兩家公司 那他們兩家都差不多的話 那產出的東西也一樣 就不會有未來喔不是嗎? 好 所以第一個是你覺得現在一樣 那我剛才有說過 題目邊已經有隱含 有可能會有相對差異 這也不是現在一樣 但你還沒有反駁掉 我說未來會有機會變好的這件事情 好那回應你剛剛的類比 就是如果兩家公司很像 產品都很類似的話 比如說今天光泉跟瑞瑞好了 但如果你今天真的會覺得 某一個口味更似乎你 或是他保持氣 更想或是他殺菌技術 都好你更想要買他 那未來那些被買的那個公司 就會知道他以後做牛奶 要把某一些殺菌技術的革新做 所以還是會有機會在你選擇購買 你為這個世界投票的時候 讓這個世界做個改變 好這是第一個戰場 第二個部分我們來討論 就是對於選民來講 當你去選擇去研究這兩個候選人 誰的政見對你來講更好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你在認識這個台灣社會政治的過程 而就是你認識了這些候選人的政見之後 他們未來在上任之後 有沒有做到他們一開始政見當中 在就是競選期間說的話 你還可以對比 你還可以去檢討這個候選 是不是一個說到做到的人 如果你只是投給他發現他很爛 那現在就更有理由 在下一次選舉的時候 投給另外一個人 所以你去選擇去比較去研究這些過程 去知道誰更好的時候 就是一個對相關社會政治的貢獻 好那就奇怪 那你剛剛講第一個戰場 你剛剛說兩家公司 他們兩家公司差異不是就很大了嗎 回到第二個戰場 你剛剛說平常的選民 可是我們現在是聰明的投票者 而且這是火星人辯論 我們是火星人 我們有念能力不是嗎 你怎麼會扯到一般的選民去呢 他們又沒有念能力 那我們用念能力來看的話 那些人都是差不多的被選舉者 他們應該是沒有能力的 那用這樣的觀念來看的話 他們是沒有未來的 就這樣 你要解釋一下火星人 跟一般人有什麼差別嗎 那如果我沒有很理解 你要按他考慮 其實你沒有理解的話 那就很明顯是輸了 因為我們是在選出火星人 那你一定不知道什麼叫火星人 那你就不是火星人 不是嗎 那你就很明顯 你就不是聰明的投票者了 按這裡對吧 所以你覺得火星人不用選舉 火星人都長一樣 也不用投票 是這個意思嗎 是說我們是火星人 那我們是聰明的投票者 那我們應該是很明顯就可以知道 他們之後會不會有未來 那既然我是火星人 那我已經知道他們兩個差不多了 他們也不是火星人 他們也不會有未來 不是嗎 那如果對人來講 火星人未來都差不多的話 你這個時候選一個相對好的 也不會你想要未來 所以如果你的預設是 未來不會比較好的話 那你不管做什麼選擇都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的前提應該是 因為未來有機會做出改變的時候 你要怎麼選擇 跟你可以判斷誰比較好的時候 要怎麼選擇 對吧 因為你像一個火星人請教 你問我說 啊 那現在他們不是火星人 那以後要怎麼辦 那我會建議說 那就推一個火星人出來選舉 現在你的問題是這樣 那我也解決了你的問題 火星人解決你的問題 所以推一個火星人出來選舉 你還是可以在裡面選一個比較好啦 我不懂為什麼 都推火星人出來選舉之後 不投票比較好耶 呃 並沒有說火星人選舉就會比較不好 就是比較 應該是說 就像你剛才講的 就是你不是火星人 因為你剛才問我嘛 所以很明顯你不是火星人 那因為你不是火星人 所以你也不知道那些人 到底是不是火星人 那我就告訴你那些人 就是很明顯他們不是火星人這樣 對 那我是火星人 那我知道 投給他們不會有未來 那就沒有必要投票 就回到我最一開始的話題了 不是嗎 那你剛剛的前提是 你覺得啊 你生了火星人 你知道他們沒有未來 搞不好我也是火人 那我知道他們有未來啊 就是這個假設自己是火星人的 就沒有被要比吧 然後大家都聽到他剛剛說 搞不好我是火星人 不不不不 不可能 那他太明顯了 因為你剛才說 有一些火星人的問題 那我也用我 以我火星人的身分告訴你 你絕對不是火星人 你絕對不可能會知道這些事情 那就回到我們剛剛 最一開始最一開始的戰場 我知道了 我是聰明的投票者 我太聰明 我是火星人 我知道那兩個人 投給他們是沒有未來 是沒有科比性 根本沒有差 來 你不能講話了 來 你還有15秒最後的生論 我完了喔 地球人 好 反正如果是地球人的話 應該是我贏 那如果是火星人的話 我覺得在你的論事裡面 我也聽不出來 為什麼在兩個火星人 都存在的時候 要覺得兩個未來都有陽懶 然後都不投票 因為如果兩個未來都有陽懶 你還是可以 試著去投票 至少你做了一件事情 你會心情比較好 有 來 先說我的判斷喔 根據火星人老闆的便體解釋呢 他一個字都沒有提到火星人 對不起 你的策略可能失效了 但沒有關係 依舊我非常欣賞你的這個 火星人打法 我覺得火星人是這樣 我不是 關主不是 我說這是一個說服關主的比賽 是 但可惜你是我不是 那我應該會派給反方影 他的論述比你完整一點 你的火星人招不錯 但是你沒有提到 不投票跟火星人的相關聯 你唯一有的論述可能就是 都很爛 倒不如不投 但是這個東西跟不投的連結有點太遠了 你可以舉例說 不投的話可能會導致這次的投票率很低 那下一屆就會導致更多有能力的人出來選 那你一個最終目標可能就是 國家會更好之類的 像他一開始就有提到 就是投票會表示支持一個人 那個人會更努力 那先不論這是不是一個對的論述 但你沒有反駁 你的這個招數比較像是火星人有念能力 我也不反對 但是在這場比賽中可能他的論述比較相對完整一點 但你有一個缺點 你完全不理解火星人的話 是很難在這場比賽裡面走得遠的 所以他差點就這個拿到一個帥了 好那就這樣了 那我們就下一場 正常健康的人應該也要有使用輔助設備 參加殘障人士運動比賽的資格 這個輔助設備就比如說眼睛蒙起來 所以正方就是有資格 反方是沒資格 準備囉 好 就是我覺得比賽不應該限制那些參賽條件 就跟火星人比賽一樣 就是就算地球人也可以來參賽 就像你看上一組地球人也來參賽 雖然我覺得那個是假火星人 好 好 那我覺得我的問題有兩個 第一個是這個奧運這個殘障比賽 設立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天生殘障的人 他平常沒有同等的機會可以跟正常的競技體育 所以他設立的這個比賽 讓殘障的人可以在他們都被同時被限制 去參加這個比賽去得到他們的榮耀 那第二個是如果正常的人來參加 他們沒辦法完全複製 就是殘障的人他們所經歷過的 像你今天看不到 就算你蒙眼 但是其實你是有一些看得到的一些經驗 所以你可能可以照著你原本 他有他沒有的東西去做比較不一樣 他們沒辦法做到的事情 好第一個論點是要回覆你剛剛的論點 好我覺得你的論點有缺陷 就像你看蕭煌琴 他其實也是十幾歲的時候 他以為是正常人 他後來眼睛然後下掉 然後變成常在人世 以你的論點喔 那這樣子的話 那他到底這樣算什麼 好但是蕭煌琴他是個歌手 他的眼睛其實跟他的嘴巴是沒有關聯 就是他不會因為他看不到所以歌聲變不好聽 但通常有殘障的運動比賽都是 你今天腳不能動 所以我改做人理打網球 他是因為腳不能動他才需要做人理 但是他如果手斷了 他也不會做人理跟他沒有影響 他還是可以跑步吧 類似這種感覺 好我覺得你有點模糊的焦點就是 我雖然覺得是歌手 可是蕭煌琴也是可以去參加那個殘障比賽 那我想要再講一個就是 有可能他的殘障可能是假的 就是他 他有可能其實是看得到 然後可是他就說他看不到 然後這樣子你要怎麼去辯辯 好第一個是你說我模糊家人 第二個你說他是裝的 好我先就第一個回答 你說他模糊家人 但是他就不一樣 就是他今天殘障就是他的眼睛 就不是他的嘴巴 所以他其實在嘴巴就沒有問題 他唱歌跟所有人一樣好聽 所以這樣沒必要去設立一個殘障的比賽 然後第二個是說 痾 我都忘記第二個說什麼 我先回答聽 那我認為就是 有可能就是有火星人 然後他去用隱形能力 然後或是用練能力 然後去迷惑觀眾 那所以其實他其實是有兩隻腳 然後但是 他是用練能力 然後去讓對方覺得他是變一隻腳 他這樣就可以混進去 參加這個 就是腳獸上的比賽 那這樣子的話 你怎麼去分別說 他是不能參加比賽 好 所以這是言潔你剛剛說他是裝的嘛 如果他是裝的話他就不可能裝 你今天腳全靈就是全靈 你不可能說我裝著我瘸了 這一定是檢查出來 就是他一定是有規則 那說到規則 也可以反駁你剛剛講的東西 你剛剛說他可能是火星人 他可能有念能力 那這些東西就不是規則約束 我們今天規則 比如說我們約束的是 我們腳要一直斷了 那你也不會用念能力 讓別人覺得你腳斷啦 就是你的腳還是正常的 念能力的方向也不會是規則規則 約束的到 你還是要依照那個規則去進行 好 那我覺得會重回我第一個論點 因為我覺得你沒有去討論我論點 就是 我的論點就是 任何比賽是不應該去限制條件 就是像 我覺得我們現在身為一個自由的社會 人人都有自由去參加任何的比賽 那我覺得 像我就是一個 我很幸福 我腳沒有藏上什麼人 但是我也想要去跟那些 藏上人士參加比賽 但是就是因為現在這個規則之類的 我就不能參加比賽 那說明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叫小黃奇 然後我想要跟他一起參加比賽 你怎麼看 你剛剛說人是自由可以參加任何比賽 這是我認同 但是今天 這個比賽設立的目的 就不是要讓人是自由的 是要讓那些 他們天生就被剝奪一些東西的人 可以有跟其他人共同競技的機會 所以才設立這個藏上比賽 他不是為了讓 腳正常的人 跟腳不正常的人去比賽 他設立的初衷 本來就不是要讓大家是自由的 本來就是希望可以 做一個戰利式的平等 讓那些殘障人 可以在同一個水平 大家在一樣的條件下去競爭 我覺得你的水平定力的比較狹隘 我認為真正的平等是 我覺得這社會應該要有 如果你本來沒有殘障 可是你做了倫理 那跟本來就殘障 然後他做了倫理 那這兩個 他們跑步的時候 那不是都用手來推嗎 那這樣子 他們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就是 又回到我一開始講說 你是經歷過沒有殘障 所以你的身體積累 一定會比較好 經歷過其他人沒經歷過的東西 像是假設我一下 就看得到的例子 你今天已經你有看過了 你就是比沒看過人 多知道一些東西 因為你有視線 你今天比別人聽不到更多東西 像你可能連發音都不標準 就是你會被剝奪一些 得到某些知識的權利 所以你就算你拿了符句去 蓋掉你現有的感官 那你也不能去否認 你之前因為這些感官 得到的知識 或是得到的見聞之類的 那我覺得這些在比賽中 一定都會有影響 我覺得你的問題還是有點假意 就是 那我今天如果十八歲 然後跟另一個十八歲 然後可是我這個十八歲 我的教授 還是應該是你的 還是我的 來安迪 你還有兩秒 對你還有兩秒 來 喔 不要講話了 相當沒有用的結論 好來 這場比賽呢 一般般 我覺得正方比較可惜 就是 你到後面才講出一個 比較合理一點的 論述 中間都在 亂打 可是沒想到 顯然反方的準備是比較好的 但是這個 點上我還是比較持平的 因為正方在這個 變體裡面 天生就弱勢一點點 那我覺得你的論點的架構也 不是架得太好 你說所有人都應該要 沒有規則的參加比賽 不應該設定任何的規則之類的 但是即便你火星人試驗 也都有規則 你沒有告訴我說這個 雖然反方不強 但是我覺得 你在中間的連結有點弱 比如說火星人跟這個 殘障人士的關係 你唯一比較能夠打動我 就是說你想跟蕭瑩一起參加比賽 而且你比較到最後一分鐘 才比較有發揮 反方雖然一直都發揮比較平平 但是他整體的論述有回到一開始 他的核心論點 就是這個 正常人比殘障人更有優勢 然後這是一個沒有優勢的人參加的比賽 也就是成長比賽 基於如此 我要判這個反方獲勝 好 那就這樣啦 下一場 恭喜恭喜 夠的殘養 好 隨便 好 隨便 反正就是網球這項運動裡面的那個最強 史上最強 史上Andy Murray還是最強 但是因為大家在討論最強的時候 永遠前面三個都不是他 都是廢的 對 正方是 五張最強 大家找回 那 我覺得他是最強 你知道為什麼他是最強嗎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大家都應該知道他應該就是最強 我要幾分鐘 你要按一下 我們沒有按啊 我要等下三分鐘過 對啊 他不打算讓我講什麼話 沒有啊 我講完啊 就是我現在開始瞎講一些我自己想講 我想說我今天早在幹嘛 今天早上算12點 那種12點點1分 不是12點 好啦 換你講 好啊 那你知道你今天要認輸的人叫什麼名字嗎 然後再來我跟你講 夠的 因為你講過網球你就會想要費德勒 你有聽過費德勒嗎 因為大家有沒有聽過費德勒 對 所以我不覺得你會講得出這個人的名字 所以我先給你時間回答 好 然後就是因為網球這樣運動啊 然後就是因為網球這樣運動啊 我覺得重要的不是他成就都要 我先問你 你知道他有多少成就啊 就是成就來講 以一個知名度的人來說 就是像最近很紅的話題就是 梅西撐回足球的構成啊 因為他拿了所有比賽的獎盃這樣子 好 那你要舉例說Andy Murray 為什麼他可以拿所有比賽的獎盃 他有拿到所有比賽的獎盃嗎 但費德勒他之前是工榮退休了 那為什麼他我覺得他是夠的 因為他的不管是他的吸睛程度 他的名氣 或是他的獎盃的數量 或是他的影響力來說 都是比這個Andy Murray來的高對不對 好 我覺得自己太難了 那我就繼續瞎講 我就想講了 他說他得到了好幾個冠軍 兩三個 兩三個 我也不知道那些是什麼 但是他就是看起來真的蠻挺強的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以拿到一些冠軍 可是因為他很強嘛 我也不知道 我就覺得我想好累 不然我要睡覺 然後我媽現在不好戲 不一定馬上回家 因為我只能說 你媽在你們家裡是一個夠的 我絕對不死 因為他在你家影響力是很大的 大概是這樣子 我好像覺得我輸了 你可以棄權 我可以棄權喔 這個我想把時間用完 好啦 我就棄權好了 好啦 就這樣 Andy Murray是兩屆奧運金牌 但就只是奧運金牌 大家不會討論奧運金牌 因為可能覺得奧運金牌 含金量不夠高 這個是一個可以討論 而且還要場地的問題 也是各個場地的問題 呃 對 這也可以討論 那我就判給反方了 這個 媽媽是GO 但是蠻厲害的 不是會說 欸 下一個 奧運比賽如果有國家派出 極為逼爭 無法分辨的機器人參賽 並獲得金牌 應似為合法 對 正方是合法 正方是合法 正方是不合法 AI的發展 反而就是現在時代的趨勢 所以比如說在阿發GO的例子裡面 它就是象徵了 AI也可以在維持上 贏事業的起手嘛 所以那場比賽裡面 這就是一個象徵實在 標竿性的意義 所以我不覺得在奧運的情況下 是一種另外 對 但是因為阿發GO用了它背後的 龐大的數據庫 就是它可能有聯網來支援 那這樣就已經違反了 運動市場上沒有辦法獲得 其他外部得到的資源的問題 而且我認為奧運比賽 是為了追求人類能夠達成的極限 所以如果不是人類達成的 那麼奧運比賽就沒有意義了 剛剛第一個就是 它會不會接受外在的資源 但它如果是內網 它其實沒差 所以是不是外在的資源 其實就是技術上是可以被解決的 第二點是你覺得奧運的中指 跟核心價值 是可以超越人類的極限 那如果今天透過AI的加入戰局 去觸發人類更迫使他們 就是更精進彼此 比如說在阿發GO出來之後 可能會有很多人 為了想要讓自己更厲害 然後去跟AI練習 他也是在讓人 在更追求極限的一種方式 AI還是應該要可以參加這個奧運的比賽 與其說 阿發GO的出現 是讓人類去探索更多的可能 倒不如說只是 每個人在追求自己下的更像AI而已 而且奧運比賽是運動比賽 又不像是說 智力上的不太一樣 智力可能可以去看開發 但是肉體有它的限制存在 就像我們人永遠不可能跑得比汽車還要快 至少在我們有些人世界一看到 是沒有辦法達成的 但在奧運本來就不是只有比體能 比如說水上芭蕾 它就不會是指一個比體能的一個競賽 它也可以是比美感 比創意 比各種就是比如說 馬術或者是滑冰這些東西 都不只是體能 所以在很多情況底下 你如果可以透過跟AI競爭共同 本來就是一個讓人類變得更好的價值 其次是奧運的價值本來會隨著時代轉變的 比如說以前大家可能會覺得 拜拜祭祖的話一定要燒資錢 但後來大家會覺得 燒資錢可能會破壞環境 所以一樣會有自己的精神 讓他們改成用手機的app來燒精神 又或者是以前的鬥牛 會鬥真的牛 因為大家覺得這樣比較逼真 但後來發現會有動物學的問題 所以會用其他的技術來改變 所以會用機器牛來代替 所以奧運的價值本來就是要 隨著現在這個時代什麼更重要而融入跟轉變 所以如果在這個時代裡面 AI跟人的共存跟競爭是必然的趨勢的話 這個時候奧運就不可以自己在象牙填海面 在守著過去的思想跟精神 但是如果我們引入了AI 你說會與時俱進 但你剛剛所提的全部都是對環境有害的例子 就是會對人類造成負面的影響 那我認為反而引入AI才會對人類造成負面的影響 因為試想一個運動員努力了20年 結果因為一個規定 然後有照一系突然改變的AI 然後這個世界就瞬間變成 到底是誰能夠做出更強的機器人來參加奧運台 而不是誰能夠把自己的體能開發到極致 你認為會不會就變成是這樣子的情況 不會啊 因為剛剛第一個我們就討論過了 就是奧運不是只有比起能 第二點是就算今天AI加入之後 就是你一副就是預測AI 一定絕對會可以把人類打趴 但不一定是這樣 就是AlphaGo的這個技術已經研發了好幾十年 它才終於有一次贏過人類 所以為什麼你明明就是一個 站在人類為人類造成的視角 然後卻又這麼看不起人類呢 就是如果你真的對人類更有信心的話 為什麼會覺得AI一定會贏 為什麼人類不可能會贏 但是在AlphaGo一打敗人類之後 至少就我與他與騎王比什麼十字連戰之後 就再也沒有人類能夠打敗AlphaGo 這樣情況是否正確 那不代表說人類沒有機會超過 只是現在沒有贏而已 換其他的場域的例子 比如說AI的射精和繪圖 現在AI Middle Journey的其實也很發達 但是還是可以看到很多化石會覺得 人類化的話更有靈活 AI的象徵它只是作為一個選手 跟作為一個競爭的對象 它不僅僅就是決定勝負的有切的標準 但是如果你連跟他們競爭的自信都沒有的時候 你憑什麼會覺得你的奧運是有價值的呢 我在重回最根本 就是我們奧運是為了讓人與人之間能夠競爭 而不是說人與開發機器人的人之間競爭 就是一旦變成人與開發機器人的人之間競爭的話 那就失去了我必須精進努力精進自己的 就是以你舉著選上芭蕾的例子來說 我還是必須努力精進自己的肢體控制 但是開發人不需要 他只需要想選上芭蕾需要做什麼動作 因為AI有辦法輕易的達成一些人類 根本沒有辦法達成的舉動 比如說可能跳三公尺高之類的 那這樣子的話 情況怎麼辦 就是在你講的那些情境裡面 AI去做一些人類根本就做不到的東西 他也有評審啊 就是評審不會覺得這個不公平的競爭 有辦法象徵出你覺得奧運當中 人類應該要展現的精神 所以對我來講 奧運的本質不是在人類跟人類競爭當中 看到最好的樣子 而是要激發人類在各種環境底下 應對這個現代社會 這個社會變遷價值底下比較好的樣子 所以如果在這個世界以後你的 就是設計社的工作要跟AI競爭 你職業選手要跟AI競爭 或者是你可能音樂作曲家 也要跟人家競爭的時候 奧運就不應該要是一個 跟這個社會脫節的一種遊戲 如果這個奧運他已經脫離了這個社會 發展的趨勢跟變遷的時候 這個奧運就不是反映了 在社會價值的一個很重要 跟全世界有指標性的比賽 是嗎 就是說你認為說 如果我們把機器人引入比賽當中 能夠激發人的參賽者 有辦法表現得更好 但如果我們把機器人引進比賽中 實際上只是機器人壟斷了 絕大部分的名次 而人的參賽者一陣子內 沒有辦法贏過那些機器人 然後因為就是失去了奧運這個可能曝光 可能得民 可能讓他們能夠維持生活的機制 然後他們就沒有辦法 他們被迫放棄 那這樣奧運最後是不是就只剩下機器人 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人類在短暫的時刻被機器人打敗 還來不及去變得更強 然後就已經因為資源的關係而放棄了 你怎麼證明 AI一定會壟斷這個奧運的比賽 任何一名不良 就憑至少 AlphaGo連勝後到現在 已經好幾年了 還沒有人能夠打敗他 那如果這好幾年的狀況現在在奧運 好比說連續八年 短跑一百公尺的前五名 全部都是 或是水上芭蕾的前三名 全部都是那個包走 那我今天身為一個水上芭蕾的 我還會願意去投資 去訓練新的人來挑戰機器人嗎 AlphaGo的例子我剛剛處理過啦 就是你只有舉一回歧的例子 當然在會話或是音樂的其他面向 也沒有解釋為什麼AI一定會贏 其實就算是今天在討論水上芭蕾的例子好了 我也不覺得AI加入這個競技之後 會讓大家就是比一些人類一定做不到的事情的競賽 要比還是比去AI如何模擬真的肌肉的曲折 然後去看那些血液的重力是不是有辦法做到那些競技 我也不覺得AI不會 再來停 你來42秒 GO 好就再重申最初的論點就是 我認為奧運就是人跟人 關鍵的就是 呃必須要是人類參賽者跟人類參賽者之間 因應這個奧運的規則去 表現出這個項目的最佳表現 而不是說今天如果一旦有機器人引進之後 就會變成人跟機器人或是人跟機器人的開發者 如果說舉維其的例子只是因為維其是一個資訊比較能夠理解的東西 呃畫畫或是藝術創作 只是目前還沒有完全開發的東西 呃那可能只是我們就目前為止機器人還沒有贏而已 但不代表未來機器人不會贏 好 打不錯 然後我覺得你們都該重新看看題目 題目是 奧運比賽如果有國家派出極為逼爭無法分辨的機器人參賽 並獲得金牌應是為合法的老闆的遍體解析呢 全部都在寫極為逼爭這件事情 但沒關係 你們這個討論比較像是機器人參加奧運比賽 那我覺得正方比較精彩的點來自於 他說的這個繪畫阿或是這個設計阿這些人 現在人板就要跟這些機器競爭 可能會讓世界更好 反方比較好的點是他不斷強調奧運的這個精神 我覺得如果竊回遍體的話 其實我覺得重點應該來自於奧運比賽而不是競賽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站在讓世界發展更好的角度 我會統一這個 但是如果回到奧運比賽的本身 就很難想像 100公尺的短跑 如果有人跑出1秒的成績 人類還練個屁 可能就不會讓人更進步了 所以如果竊回遍體這個奧運比賽本身的話 我會覺得這個比賽我要串給反方 但是我必須說我覺得正方的口條比反方更好 我覺得正方的口條比較好 反方比較言之有物 總而言之是一場精彩的比賽 好那就這樣下一場 那我這邊先講什麼叫做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是相對於這個社會主義 那資本主義主要是想說是 生產方式私有 就是你做了什麼 這是你自己得到的 那這邊就大概就這樣 那如果我可以抄襲別人的論文 就相較於什麼 就相對於你在社會主義 就是大家都做的事情 但是你什麼都不用做 你就可以免費的拿到你想要的東西 像是你不用做任何事情 然後你就有一個房子可以住這種感覺 然後我這邊在說為什麼 偷襲是比較好的呢 因為你抄襲是為了什麼 是因為你要讀書 你要畢業你要碩士跟博士嗎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以一個 你需要去就業導向的話 想要拿到這個碩士 你就只想要為你賺錢 所以你的想法 你如果不是要做學問的話 你基本上是不需要去寫這個論文 好我先講到這點 好那我現在想要先講一下 國家GP成長跟論文的關係 那我認為這兩個關係 是論文如果你是做得好 就是你是真材實料 你做一些讓社會有革新的東西 研發新的技術 那這個論文就讓你 讓這個國家更進步 那這個進步 說不定就可以讓這個科技更發達 然後讓你們國家的GP更高 所以如果你去抄襲這個論文的話 大家可能會不相信這個論文 導致大家沒有親力去投注這個論文 因為他付出了這個行動 他卻沒有得到應有報酬 所以導致說 就是其他人就覺得論文不重要 所以有生產能力的 不會去做這件事情 導致可能沒有新的科技發達 然後進階的導致 GP的不成長 好那我這邊想要說的就是 你今天的目的 是為了想要讓這個GDP成長嗎 那你可以看一下中國怎麼做 他們就是抄襲別人的技術 那你其實不需要了解這個東西 你只要看到別人用了 你學會了就好 那你做研究其實就沒有那麼用了 因為你做研究 像我剛剛講的 你抄襲別人的技術 你什麼都不用做 但是你可以直接得到這個成果一樣 而且研究曠日費時 那我這邊可以講一下 GDP怎麼算的 GDP就是C加I加G 就你花的錢 跟你收入 跟國家政府支出 那如果我把做研究的時間 拿去打工 拿去做更多比較高時性的工作 那我的收入是不是就變高了 那我的經濟成長 GDP是不是也跟著變高了呢 那我想回答 就是論文它本身 論文通常是你得到一個 一個學識的一個基礎 那代表說 如果你是抄襲論文的話 那你這個學識 這個碩士就是得 這樣減來的這樣 就是你沒有這個資格 但你卻得到這個能力 但你有這個資歷之後 大家可能會 這樣相對可能很之歷 就像是那個 壞檸檬 大家都是檸檬 但是有一個就是壞檸檬 那這就會導致說 大家就會不會去競爭這個檸檬 因為你不知道誰是好誰會壞 所以會導致說 就是大家 都不會想要去爭奪這個title這樣 那你這邊講就是 一半就可以得到這一樣的成就的話 那為什麼不做呢 你的壞檸檬 你就是建立在說 大家都一樣爛 就是有的比較好 有的比較爛 但是這兩個人都可以得到一樣的成就 就是像獵幣去競爭 就是指說 你的金幣嘛 那如果有人自己撕住金幣 然後用了一些比較爛的金屬 但是他們兩個的價值是一樣的話呢 那為什麼我要用純金去製造金幣 就像是你這邊論文為什麼要提前 你可以去偷扁的論文 但是你可以創造一樣高的收入 而且你刷他的時間還比較少 然後你這些時間還可以拿去打工 還可以抓到更多收入 還可以讓GDP成長這樣 那你剛剛只是在解釋 裂幣數的表現是什麼回事 但我意思是說 假設今天這個文憑 因為裂幣屈屈屈良幣 導致大家不相信這個文憑 那這個文憑 其實又是我們這個社會 去選出優良人才的一個方法 那如果這個文憑 它變成相對沒有可信度的話 我們就要比較多的功夫 去找到真的能 讓我們社會提升這個人才 現在就是 回到就是求職的問題嘛 那你要怎麼找到人才 所以現在公司其實都會研發出 各式各樣面試人才的方式 像是 你去實體面試就可以聊天嘛 聊出說你這個人到底真的有沒有料這樣子 那其實文憑跟學歷在現在這個社會上 其實沒有那麼相對的有價值對吧 就像是現在台灣政府廣社大學 台灣大學那麼多 私立大學一堆 幾乎是人人都有大學可以念 那為什麼 大家到了大學 那我還要去讀碩士 那讀碩士是不是相較於 這個大學是多出來的成本呢 就是你如果不是廣社大學 你就不要去念碩士 就不要去寫論文啦 那為什麼我要接受這個爛字 然後我要去寫論文 那我就抄襲就好啦 我抄襲我什麼事都不用做 然後我還可以拿到這個碩士 而且我本來就相較於這些私立大學的人還比較好 喔沒有 見解我現在是青大的學生是不是 那你這樣就是把 那你把所有的大學一概論 就大學還有分好換 就是很明顯現在的社會就是 我今天是台大的 我就是比榮華科技大學還厲害 所以很明顯我今天是台大 恰大文憑 那我就是比較少成本去挑出 過去歷史表上比較好的人 像現在說到履歷也是都是 為什麼要面試 面試前面還有一關是書審 那書審大家看什麼 先看學歷 啊你是榮華科技大學 你就先被丟掉啦 所以那個文憑還是很重 還是我們目前篩選人才一個很重要的方式啊 那你這邊就會回到就是 你現在只是看校民 你不看你的論文 就像是為什麼林志堅摔一個台大國發手 可以這樣子摔選舉 然後後來被抓到 他這個論文沒有用 那如果他沒被抓到 他是不是可以選的呢 要不是有這個現在這個現代科技 這個AI可以抓出你這個 就是你的相似度 如果抓不出來 那他這樣操是不是就沒問題了 就是因為他發現這個東西沒有用啊 我就不用做研究 我可以到一樣的成就 那為什麼我要做呢 如果操別人就好了 那如果被發現再說嘛 那林志堅很明顯是一個反例啊 反正就是大家發現這個碩士其實沒用 那這就是列列組二人 因為林志堅的例子 大家一直都不相信這個碩士 只bo你寫這個碩士 反而就沒有用 那碩士這個存在的本身就沒有意義了 那你這邊就回答就是 你是以國家GDP成長為目的嗎 那你林志堅他本來是中華大學義業我記得 那他後來抓到台大國發所 那他這個人的產值是就變高了呢 那得到的薪水是不是變高 我剛剛講嘛 Y等於C加I加G 他的那個income他的收入就變高了 所以對國家的GDP發展시는是用的好不好 可是你其他人得到这个学历也是一样 那我同样这个学历我要发给林志坚 我不如发给一个真的有能力的人 那就是这个系列要找出来 而且你算的其实就是GDP是算你自己加一加 他对这个人真实产值没有用 而且是要这个人的终... 平止发言 你有1分28秒 刚讲说林志坚从中澳大学说到台大国发所 导致他薪水成长 那就代表说是因为这个title给他这个薪水 那我这个title给他这个薪水 我一定要给林志坚 我不如去给一些 他是真的在做研究 真的对这些社会有贡献 就是他真的符合国发所这个抬头的这些人 那我就要回到说一开始我刚提的就是 目前以台湾现况来讲说 我们是要挑出优秀人才 研究论文这些东西可以让你的科技进步 然后可以进一步的让你的GDP成长 那另一方面是求职的方面 就是今天都是大学跟硕士 那硕士很明显 他在这个领域付出的比较多 那他已经经过时间的验证 他不仅有4年的验证 他还有2到3年就是硕士的验证 所以你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 用履历的方式就可以让企业们去挑出 真的比较好的人才 对那如果你是有一些用抄袭的方式的话 那这个文凭相对就会变得没有价值 那他没有价值之后 大家没办法用这个比较低成本 因为资本主席讲的效率 但是你没办法用低成本的方式去 初步的筛出可能就是几率比较大的那群优秀的人 那你就可能要花更多时间在面试 那你面试一次可能要花30分钟 那你省了一点一秒 你用AI这样一跑 就大概都出来了 好 结束 来 我觉得这样比赛呢是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正方是先天烈士的 其实硕士论文除了你刚刚讲的 人才的筛选以外 我觉得他更大的价值应该来自于学术上的地位 学术伦理 学术伦理这个东西 包括林志堅为什么他会被靠杯 林志堅这个人有没有能力 跟他有没有硕士论文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可能超有能力 但是他就是因为伦理过不去 所以他才会被大家破棄 我觉得这才是他被换掉的那个重点 那我觉得 正方一派胡言 但是他一顿输出 然后你回的点没有太好 然后我们这个战场 有点像是你在被他拖着跑 就他讲什么你回什么 你的那个核心的东西 没有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好好的彰显 那即便他一派胡言 但他仍旧主导这个比赛 所以的话我会比较判给正方胜 不是他言之有误 而是李志堂比赛 想的人才筛选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真正的那么贴近现实 确实我们会看 尊塔在事实物上 我自己看比较履历的时候 我其实会看学历 但是今天他论文抄袭 对我而言代表韩音是这个人 可能道德有问题 那如果问他的话 他说因为这样更有效率 但是我真正看中可能是他的能力 而这个论文超级代表是他的人品 就像你说的 就是今天如果有另外一个国发所的人 他就比李志堅更有资格当市长 好像也还好 我觉得是这样啦 反正就是 关注的一派胡言 听听就好 好吗 拜 正方是高敏 反方是 就是个智障 准备了吗 开始 他正方是心理战 所以他是要用心理的层面 来影响这个比赛的节目 那这有三个观点 第一个是对面 对面在他失误的时候 他会觉得 诶是他们都是弱智 他们现在在那边管 他们现在 他们现在已经大意了 然后那些对面也会大意想说 好那我们现在可能可以放下心 卸下心防 那第二个是几番的关键 他可能发现他们队友 好像都漫步惊心 但是他就想提醒那边弱智 说你们给我认真踢 Runway一开始白烂 所以他想要借这个方式来激起大家 那最后一个是 他想要为了他们国家人民 他们国家没看到这个时刻 就是他们被进球了 那怎么办 他们就会请起进行的 去帮他们加油 那这时候国内的声音 就会传到他们的心中 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为了这份负责 要赢一下这场比赛 逆转 然后让他们的国家 对于他们的球队更加的支持 以上是我三个观点 这场比赛就已经解锁 才会有这个变体嘛 那这种时候就是 因为诺里斯听起来 也是一个有活用的人物 所以这个时候 明明就没有什么实力 但是很爱当球评的那些人 就是会自己帮大家脑补自己 去找一些做案为了借口啊 所以他们现在才说 哦这是应该是一个 就是心理高明的战术 就只是马后炮做案为的借口而已 所以这件事情 反而就不应该要是 在当下没有被判断 为一个高明的战术 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回应你刚刚说的 就是如果今天 你觉得今天在那边 耍球被截断 可以让对方觉得卸下心反 反而就错了 就是大家玩啊 人杀玩啊 网络知道逻辑有很多层 他今天搞不好就是会觉得 哦你是不是今天有什么阴招 你在那边放水 是不是因为你后面要做什么事情 反而会更警惕 他们可能会更加爬兵不正去 去思考要怎么打才会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完全不会让你更好 赢下场比赛的话 以身体来讲 不会是一个高明的手段 那我今天可以问你 你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 你现在用就是 事后诸葛的方式去说 这是高明手段 本身就是一个满后好的借口 你如果真的要这样做的话 应该是在比赛之前 就已经有证据说明他们 这件事情是写在他们的 战略里面的一件事情 他有办法说 这是一个事前已经做好的 有设计过的一个巧思 这不是证明 这是他是事实 他就说我就是高明的手段 那也不是事后事前的问题 他这个事实存在 本身就是一个高明的手段 他今天就是想要这个心理状态 去影响其他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 这跟事前之后没关系 他就是用这个高明的手段来进行 那第二个是 诶 第二个忘记了 OK 好 你刚刚说的是 这是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是不是基于 你有意图想要透过这个事件 来作为战术 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就像蒋介石 他那个时候说 我借人是因为防毒大陆攻过来 这是他表面上的冠军档花的理由 但他可能首先想 只是想要巩固政权 只是想要残杀当地 当时就是本土的台湾民众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 跟他做这件事情的动机 是两件事情 是两回事 所以你今天只有说明 他今天就在那边耍球被截断 那你没有证明 被截断的这个操作是一种战术 所以我才说 如果你要证明这件事情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跟我讲说 比如说过去曾经有什么国家 因为这个方式然后得分 然后这变成一个 他们绝对会采行的战术 这样他才是一个 事先预设好的 设计过的一个高明的心灵战 第一个是蒋介石 你刚刚说蒋介石 可能想要残杀人民 那这个也是你去预测的 那回到我刚刚说 他那个我觉得战术 不是事前可以预订好 因为我刚刚的情况是 我今天看到我攻击疲弱 我大家都不在状况内 我今天突发一起想说 好啊你们来耍我也来耍 然后把球搞进 然后你们给我振作起来 所以他那不是事前就知道 他们今天就是 大家都是不在状况内 他可能是中途发现 诶现在情况不对了 我可能要把我的招拿出来 所以他才使用这个方法 他不是事前就要这样做到 好 那如果你今天的就是立场 是因为你觉得 可能他只是想要 激起他同队的人的斗志 那你今天甩一个智障 别人就觉得你雷 然后之后就不传球给你 然后导致你之后 更没有办法 停下场比赛 这完全不会是一个对你 诺里斯觉得自己的 他根本就不会想要这样做 而且他如果今天就是 做一些很智商跟很粗心的事情 他也有可能会导致 下一场被换掉等等 所以如果是以对籍来讲的话 我完全不觉得 这个会是一个高明的手段 如果除非他是事先设计好 但这个没有被证 所以两个层面 如果是对同队的人来讲 这不会是一个聪明的决定 也不是一个高明的战术 如果是对敌方来讲 他也有可能会觉得 你可能在甩一张 然后变得更加 排兵附阵的变得更严密 所以你也不会胜率更高 所以从对籍跟对外来讲 我都不觉得胜率会更高 所以不是高明的手段 好 那对外来讲说 那他可能当时也发现说 对面其实对敌有点大意了 他就在LOG一球 让他们更大意 说不定当时的场合 情况是这样 那对于己的话 他不是食物啊 他是故意的啊 所以他故意 他之后还是有故意的行为 比如说他故意把球 让别人抄到东西球门之类 他就可以下一次说 你们这些不安 你们给我认真一点 你们刚刚那个谁谁谁 在干嘛干嘛 他可以这样计划 因为他是故意的 但不是你刚刚讲 他是15 他不是15 他是故意的 所以你现在觉得他故意 就是事后诸葛啊 你就是嘴事后代马后话啊 还是你觉得 你现在说他故意的 你有什么证据 蛤 什么意思 你刚刚除了前提都建议在 他会这样做是故意的嘛 那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他是故意的 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你只是现在 现在马后怕说 哦他应该是故意的吧 这样你的逻辑才会比较顺 嗯嘛 那你有什么逻辑 证明他不是故意的 我不需要证明他是故意的 是因为你要证明 他是高明的技术 所以你要证明他是故意的 好 反正那我回到一开始 就是我觉得他故意的 就是有几个点嘛 第一个可能是 他那个场上的情况不好 他觉得他要提升士气 所以他只能这样提 第二个是对面 第三个是全国的力量 就是那个全国的力量 其实他们是代表 他们的国家 就是他们需要人民的力量 就你们有看过一个动漫 他们就是可以结一个魔王阵 那那个魔王阵 就是集结全部人民的力量 然后去集到那个勇者身上 那个勇者就可以去跟 杀无色的魔王的战斗 那就是我们人类战斗的方式 我们人类就是这样子 聚集我们的意念到同一个人身上 把一个人视为英雄 然后让那个英雄 去跟魔王阵战 这是我们人类的方式 可以放弃心脑 好 一定的 如果你今天觉得 大家把意念集中到英雄身上 那这个时候 明明就是被抢分的人 为什么大家还会觉得他是英雄 这个时候反而会让 克罗拉西亚的人民 更有意念 更去集中他们去快要赢 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 就更抢到一分 所以两个国家的对抗 在这个时候 明明就会是克罗拉西亚的战分 所以三个层面 第一个 队内的时候会让队友觉得他很累 就是顺利会更低 第二个就是 队外特派下 可能会觉得他们可能有更明显的招数 所以也会更反省 所以顺利会更低 第三个 对克罗拉西亚的国民来讲 他们会的意念 后来会比 那我离他们的国家更长 三个层面顺利都会更低 不是高兴的战术 有一分零七秒 好 那我觉得那个意念 就是一个是这样 反正是这样 那今天一个变这样一个变这样 那他就有这么大的空间 就可以进步 人是需要进步的 你今天落后了 你会有一个后来居上的心 像你在跑跑步 你在跑那个 短跑的时候 你今天跑在第二个 你看到第一个在前面 你会想追 你会激发你的身上线数 如果你跑在第一个 你会觉得 我赢定啦 然后我就会比较卸下心房 因为你的那个线上线数不会起来 你看到前面没有人 你不会去追逐那个目标 你已经变得没有目标了 你已经以为胜券在我了 那这时候 觉得你想要追上的这个心 就会灌到那个球员身上 那第一个是故意 好 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对 我觉得 重点是你当下 那如果故意把它弄进去 然后你有后续一些行为的话 那就可以让它这个 故意变得有价值啦 就是我今天再去 点信我的队友们 让我们队友知道说 大家不能再这样不小心了 我们应该要照这样 我们之前设计好的东西 或是我们应该要打起精神 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好 结束 所以是祭奠赛啦 我觉得一个 逻辑是这样 我没有听过 正有不正无 我们不太会去证明 不存在的东西 但是我们会去 想办法证明 存在的东西 来去告诉人家说 我说的 有根据 比如说 我跟你讲说 其实有五个脑袋 我就要证明我有五个脑袋 然后你就说你哪有 然后我就回来说 你怎么证明我没有 就是我们这样叫打嘴炮 所以这个是正有不正无啊 呃 正方呢 在一开始的一顿输出 是表现的 相对叫反方好的 题目叫说 其实是一种 高明的心理战术 但是你们 有点把它 炒到成 事后来回想这件事情 事高还是低 然后或是用一个 球瓶的角度 我觉得有点 怪怪的 它比较像是在 在场上所发生的一个状况 但反方的 后续的这个拉尾盘 还是相对不错的 那我觉得正反方 都言之有误的话 我会比较看 大家在自己的 论点上的推进 然后做的如何 但是我觉得正方 在这点 相对做的反方 好一点 然后还有一个是正方的 整体的时间掌控 你反方更好 这点反方是有点小吃亏的 就是 你一顿输出 然后他都听不太懂你的意思 我听得懂 但是 你其实四分钟里面 有很多时间是在重复性的 不过呢 正方其实 后面的结论呢 其实也一直回到 你前面所讲的东西 所以回到我前面所讲的 就是在论点的推进上呢 我觉得双方是不分伯仲的 按照这个 我们的传统呢 分不出胜负的时候怎么办 丢谁还是 来丢谁 一点 一点 两点 什么嘴哩 第三题来对 他知道 马拉兔娜用手把球打进 获得的世界杯足球冠军 应该被撤销 好来 GO 因为用手打进足球 是违反规则的 所以这个冠军呢 就应该要被撤销 那你违反规则是谁来抓你 是裁判吗 那裁判在球场上 那一手段也是最大的 就像是 你在路上被警察抓 那警察是执法者 他说你怎么样 你问题就怎么样 除非你当下去跟他辩博 或是你事后去申诉 事实上 这件事情 最后就是由 马拉杜娜亲口说出了 那马拉杜娜亲口说出的理由 聪明人都应该要知道 马拉杜娜亲口说出的理由 就是因为希望有人 能够撤销他这个杯 就算他少了这个世界杯冠军 还是没有办法玷污他的球王历史 但反而这个事件 让大家会质疑说 他他巅峰的时候 就是靠手碰进的啊 对 所以他其实是非常希望 这个错误能够被扳平的 但是因为如果来说 他亲自来扳平 那他绝对会被阿根廷的球迷 从背后统一刀 所以说他没有办法亲自扳平 所以他故意 自己亲口说出这件事情 来希望有人能够矫正这个错误 好 这是规则嘛 现在叫做法治社会 你的法大于理解情嘛 马拉杜娜自己希望 然后就在最低层的情 那我们现在在讲最高层最高的法 因为你被判了 那他一定有一个法律罪数期嘛 那你马拉杜娜后面自己在讲 那已经过法律罪数期 那已经是没有用的东西了 那你自己在那边希望 而且你不能否定说 马拉杜娜本人可能有涉毒 他自己吓自己输了也是有可能 如果我是一个聪明的人 我就会做风险控管 那我接着马拉杜娜 我赢了我可以赚很多钱 那如果万一我输了呢 那我就会去吓对方 那我就去吓对方很多钱 所以呢马拉杜娜他不想要 那他也可以赚很多钱 我听不太懂赚很多钱跟吓对方 因为这个手球是帮助阿根琴获胜 就是帮助马拉杜娜自己获胜 前面你说马拉杜娜 我忘记你前面也可以重复一次吗 马拉杜娜他自己就是法理琴 然后马拉杜娜是在最低层的心理 首先我认为 运动比赛上并没有追溯起这件事情 运动比赛就是希望能够 表现出最好的 所以说不管何时何地 都是希望能够决议出 那个比赛时间点最好的 那如果我们后来知道 那个最好的可能是因为 一個違反規則而產生的 那我們就應該要去矯正它 就是說並沒有法律追溯其限制 第二個就是說 在沒有追溯其限制的這個情況下 如果比如說今天好 今天有一個奧運金牌 他坦承 他當時使用禁藥 那我們應不應該要收回呢 因為收回這個金牌 然後讓第二名逮捕上去 才是對第二名的尊重 因為第一名就違反了規則 雖然說在世界杯這個情境下 並不是說會有人逮捕上來 因為就算少了這一球 他們也只是平手 所以事實上這個冠軍就應該會重圈 但是因為這樣子 才是合乎規則的情況下 那因為我們也沒辦法重回當年的情境了 所以這個冠軍呢 就應該要被收回 這場比賽就沒有人的冠軍 OK 那我這邊說 就是體育比賽一定會有法律追溯 就像是今年的四組 阿根尼對上法國的時候 有一方進球 但是那時候場上有外面的人闖進來 後來他們去申訴 這球是繼續有效的 沒有被判為無效 所以我認為就是 全世界的裁判聯盟裡面 他們可能是認為這件事情是有法律追溯機 然後再來就是 我剛剛提到法制的時候 法制會有一個很重要的 不溯機機嘛 那你今天做了什麼事情 你判了 那你就不會再改 不然這樣子曠日費死 這樣子 因為你想想看 你要找出第一名 但是第一名假如說 他就算有點瑕疵 但他還是一個第一名 那我是為了這個瑕疵 去花幾千萬幾百億 然後再去辦一個比賽 那這樣子我覺得是 付出太多沒有都要回 應該會不會 好 但是呢 因為我們今天是火星的辯論 我們希望的是從火星人的視角 去探討這件事情 那火星人的視角是權之權的 而且他希望能夠達到最好的結果 就比如說第一屆最終事件 跟第二屆最終事件 都並沒有以當下最好的冠軍 就是當下本專發布的冠軍 並不是實際上最後的冠軍 第一屆第二屆都是如此 第三屆的時候 老闆甚至有在討論 第一屆的冠軍要不要重新改叛的問題 所以我們火星人 希望能夠達到的目的 就是並不像說如普通人定義的那樣 法律追溯起來 我們並不在乎 我們希望能夠就是 達到最好的結果 所以說如果我們要 希望能夠找出 瑪拉杜娜當年參加那一年 究竟是誰 在這個世界杯這個情境下 會達到最好的結果呢 事實上就是平手 因為掃了瑪拉杜娜 違反規則這一球 應該是平手 所以我們應該要收回這個冠軍 就從火星人的視角來看 應該是要這樣 好 那你這邊就說 既然你挑火星人 那我就必須跟你說 火星人成為一個全知全能的人 那在這個歷史的長河之中 這四年一次的比賽 對他們來說就是不痛不癢 就像是你昨天晚上吃了什麼 就是假如說你今天沒有吃到 你最想吃的那一餐 但是你不會很懊悔 對於火星人來說 這個世界杯的冠軍就是這樣子 那他就是不會想要再去 回到昨天 然後再去重吃一次這個午餐 所以你如果以火星人視角 他不會想要再回去 火星人是非常注重細節 他沒有辦法容忍這樣子的錯誤 發生在這個事情上 我可以舉證 就是第一屆最終世界的冠軍 跟粉裝冠軍不同 跟第二屆最終世界的冠軍 跟粉裝冠軍不同 這兩件事情就可以著證 火星人就算 第一屆最終世界的冠軍 也不過108萬而已 根本不重要啊 這件事情對吧 就是108萬在全知全能 火星的事件也根本不重要 沒有 他們在乎的是 到底能不能夠正確的 表達這個歷史性的結果 而不是說 這個事情很小 我們就可以去採用它 沒有 就是在我們能力所及的範圍內 就是到目前為止 也不過幾十次舉辦 也不過產生了幾十的冠軍 所以說 就算在火星人的視角裡 也並不是一個 非常困難的舉動 因為你不過就是把 30幾次的結果 反正就幾十次的結果利益 一次的結果 翻回正確的那一面而已 那你說翻回正確的那一面 就代表你要回到過去了 那你回到過去 對火星人來說 這是一個很輕鬆的事情嘛 你可以舉證嗎 那我這邊想說 他應不應該要被重新判嘛 就馬拉杜娜 那我就要這邊要涉及 他個人的利益 還是全世界的利益 大家都知道嘛 世界盃就是一個世界大賭盤 大家都會嚇住 那如果馬拉杜娜這個贏 因為你知道嗎 就是在歷史上 那個阿根廷的賠率 一定是最多人下的 因為大家都覺得他會奪冠 因為阿根廷在南美嘛 他的足球是發展最好的 那大家都嚇他的情況下 那如果他今天被判了 萬一那個結果被改變 那大家全部血本無歸 然後大家賭著跳樓 那大家這個 經濟衰退 因為你的員工都跳樓死了 那這樣子誰來負責 馬拉杜娜的冠軍的名聲 跟那個全世界的經濟發展 來比哪個比較重要喔 首先第一次 球王比例退休之後 到馬拉杜娜之前 其實經歷了很長一段的空調時間 所以他那個時候其實並沒有很被看好 然後其次是說 就是說我們目標是 就在現在改變過去的結果 所以並不會影響當時的人跳樓 另外很遺憾 火星人並沒有辦法穿越時空 並沒有辦法回到過去 但是他可以就現在的 現在所知的視角 所知的事件 用現有所有資訊 去做出一個最平凡的結果 而現有所有資訊就是 馬拉杜娜自成 他有用手碰到球 那火星人所做的最正確的評斷 就應該要是把冠軍撤銷 OK 那你這邊就提到的就是 你這邊撤銷 不會影響到那邊跳樓 那我覺得真的是不對的 因為你這邊撤銷 應該要回到當下的歷史上去撤銷 你不能在那邊說我要把那邊撤銷 那這些如果那時候有賭球 他們獲得的財富要被收回嗎 還是不用呢 那再來就是說 你這些立場就是不太對 你要撤銷 你會影響到當時人的利益 但你剛剛避而不談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想要請你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已經沒有辦法去改變 如果我們火星人知道 這個人是因為當時賭球 獲得龐大的利益 我們也會去把那些利益 想盡辦法給收回 這是我們火星人會做的事情 伴隨著撤銷冠軍之後 那... 好來 體積因子發言 我方人就有1分03秒的時間 可以進行輸出 那我這邊要講的就是說 你剛剛講嘛 我們沒辦法回到過去 那你這些人 他獲得利益 你也沒辦法收回 那你這樣子到底是公平還是不公平嗎 你今天想要收回 就一定是想要求公平嘛 那你今天如果只收回這個冠軍 不收回那些人得到錢 那是真的公平嗎 還是你自己假的公平呢 那再來就是NBA 你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Netflix上面有一個黑哨行動 就是在講這些裁判 其實都會去涉毒 就是他自己也會押哪些隊 那我想問的是 假如說你是裁判 你押的是阿根廷 那你真的會把這個東西收回嗎 你押的是你的身家 你今天一收回你就家破人亡 你什麼都沒有了 你知道嗎 剛剛我講了兩個件嘛 第一 追求是真的公平還是假的公平 那你的公平是指說 你想要完整這個 馬拉杜納的冠軍的神話呢 還是想要讓這幾千萬的人破產 那我大概到這裡 好 冠亞軍 仍舊是一場精采的比賽 那這場比賽的評斷的關鍵來自於這個 我覺得這場比賽是正方劣勢的 題目本身是正方劣勢的 因為本來在很多運動比賽裡面 就是發生就是發生的 那這個東西比較像相對的 也就是說其實在一場運動比賽裡面 馬拉杜納這件事情為什麼被拿出來討論 因為 媽的那一隻進了球 然後又用了手 這是一個足球比賽 所以這件事情被很嚴重的拿出來討論 但是其實更有一大堆違規 是評審沒有抓到的 也就是說 我認為這場比賽 斟酌的點應該來自於 那些違規的事實 沒有被發現 但是世界上的各個運動比賽 都是這樣執行的 那火星人能不能做到 把這些東西全部糾正 而糾正之後的結果 又是不是真正的公正 我覺得是可以討論 但你們沒有討論那麼深 那正方很巧妙的運用了 大量的毫無邏輯的火星人發言 壓制了反方 所以我覺得 在相對性的這場辯論比賽裡面 我應該會判給正方獲勝 因為他在一個比較難的十方裡面 然後提了一個歪理 但畢竟也是理 反方的話 一個相對優勢的十方 我覺得你只有一開始的 情理法 然後這個稍微好一點 好 反正我們恭喜冠軍產生 反方的亞軍也表現得非常棒 我們這個 雖然冠軍已經產生 但不要閃個骰子 是被插了 來啊 你想要改變結果 你想要改變結果 好好好 那你呢 不可以 不可以 好 那我們 用骰子來決定可以不可以 我的意思是說 先骰個可以不可以 OK啊 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松二可以接受 因為 如果他這邊要贏的話 他等於要連骰贏兩次你吧 反正第一場我們就 單純一點 看誰先骰到6 你的話是不可以 你的是可以 然後如果可以改變結果 再由骰子來評斷這次比賽的冠亞軍 我覺得可以啊 這樣算嗎 這樣不算 算了不算了 進算加卡 欸大家 3點啊 真的太遺憾了 看一下6 OK喔 5點 啊差一點 乖了一點點 欸欸欸欸很接近了 2點哇喔 很接近了 喔這也很接近喔 要從骰子上喔 啊6點啊 不可以改變結果 登登登登登登登 還好 夠小 1點 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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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點